好 我们刚刚还要是我们的记者玉军在这个东北角一带带的最新连线报道 刚听到风声跟得很大 而且雨势也逐渐增强当中 好 虽然台风它已经稍微紧入中台 但是未来还有机会再增强 更多内容把深镜头交给四毫 四毫早安 好 从早安大家早安 这个过去几个小时呢不断强调 因为垂直风险的关系让它呢 整个台风的北方的向线真的被破坏掉了 所以呢 在刚刚八点半发了海警之后呢 确实现在也变成了中度台风 但预估明天呢 可能会重整 因为环境再度有利于它的发展 再回到墙台的下限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呢 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因为它变成中台就放松了 来看一下呢 整个八点半的警报单 目前预估呢 在三个小时呢会有一个更新 但目前最新的版本呢 你可以看到呢 在整个台北的东南方 大概呢 是五百多公里的海面上 持续朝着在这个西北转西 但是呢 非常的牛步 六公里每一个小时哦 稍微转十一公里 今天白天大概呢 就是有一点牛步 有一点缓慢前进 一直到今天的晚上到明天的清晨 才会有比较明显的倒影气流 再稍微加速往北来走 你可以看到呢 目前呢 在整个中性的风速呢 来到四十八公尺每秒 也就是中台的上限 最强的中台状况是这样子 然后呢 最大的风速 还有它最大的这个 七级暴风半径呢 来到两百五十公里 现在海景的范围呢 在东部台湾还有东南部的海域 慢慢随着它北上的关系哦 所以呢 整个东北部 还有北台湾 预估都是海景的范围 陆上警报真的 目前看起来呢 就是五五坡 一半一半的机会 有可能今天发 也有可能明天发 因为呢 要看它北上的时间 跟北转的角度 还有它的暴风圈 因为目前呢 这个七级的暴风半径呢 是两百五十公里 有可能来到三百公里 这时候呢 加上如果往西边 也就是往台湾靠近的话呢 就有可能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 帮大家呢 赶快来关心 还有整理它的外围环流 虽然变成中台了 但是环流的水气跟风势影响还是蛮剧烈的 你看到整片基本上就是它的外围环流的云系 水气呢 灌进了东台湾 还有中部以北 现在首当其中的呢 刚刚看到我们外场连线的东北角之外 还有就是山区 北部的山区一定要格外注意哦 你可以看到呢 现在下最多的一张是在阳明山 16公里 还有了16毫米 以及呢 在宜兰的大同13毫米 累据累量呢 在新北石定跟平溪都是比较多的 信仰局刚刚呢 也针对了这个中台的宣兰诺 做出了雨势跟风力的预估 先来看雨势 今天开始一连三天 你可以看到呢 风力整个状况下呢 在西半部地区 还有北台湾 因为峡管效应的台湾海峡关系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台南以北基本上到澎湖到马祖 都是风力比较强的时间点 还有比较大的区块 大概强阵风呢 在9到11级 风势慢慢减弱 要等到周日的上午到下午的时间呢 剩下一点点台风尾 包括了北台湾 还稍有风势 所以呢 这两天 刚刚强调了 不管有没有发海景的区块 都希望你所有台湾的沿海 都尽量来避免前往或是禁止前往 不要以身事法 拿自己的生命去开玩笑 当然风力的部分 看完来看雨势 今天明天到后天 水气量一样是中部以北 还有山区为主 你可以看到呢 紫色还有红色 基本上都落在山区为主 还有呢 在北方的中部以北的平地 都是局部大雨到豪雨的等级 当然另外呢 周日还是有点台风尾的水气 所以呢 在中部以北一样 水气量还是周日有的 不过呢 比起今天明天 已经稍微开始缓和 有感的雨势缓和 所以呢 今天明天 确实在整个风雨的状况下 没有台风架的前提 外出要格外注意自身的安全 用路人 还有行人都要格外来当心 强风跟豪雨的情况 像时间这样来从从咯 没有台风架的前提